胖雅 哎 你这儿有没有孙悟空的金箍棒啊 我这个金箍棒坏了 孙悟空的金箍棒 卖完了 啊 哎 你看 我这里有半盆的小王爷 别说孙悟空了 孙悟空的师父 还有猪八戒 他们都有 你看看 还有猪八戒 我太喜欢猪八戒了 我看看都有什么呢 哎 这个小和尚好可爱哦 这个是谁啊 那是唐僧 唐僧 唐僧怎么会是个孩子呢 那是唐僧小时候 还没长大呢 哦 原来是唐僧小时候啊 我再看看 哎 这儿有一头猪 那是二师兄猪八戒 猪八戒 猪八戒怎么会是一头猪呢 它小时候就是一头猪 还没变成八戒呢 哦 我明白了 这个我也要了 那这个呢 这个 这个是 哦 这是铁扇公主小时候 铁扇公主小时候 那她的扇子呢 她的扇子 她的扇子哪儿去了呢 哦 她的扇子让季公借走了 还没还给她呢 季公 是季公当那个季公吗 对对对对 就是这本季公 你看 扇子这不还在季公手里呢 嘿 还真是 季公手里真拿着扇子 不过我有一些疑惑呀 铁扇公主和季公拿着扇子 是一把扇子吗